TVB巅峰时期出过不少知名的小生和花旦 如果要述最近几年大家最熟悉的TVB时期 应该是五小生和四花旦并存的巅峰时刻了 当时每部剧集至少有两位当家小生一起演出 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到现在大家依然能够记住 可惜四大花旦已经没有在TVB拍戏了 有人淡出一陌生小孩 有人在内地发展 同样的五位小生也有很多不在TVB拍戏了 没想到今天10月13日 7日四位当家小生竟然同花合照 让大家马上兴奋起来 照片中有三人身材未走样 唯独他胖了 吴卓西在今天晚上突然发出了一张近照 没想到照片里面竟然是四位我们很熟悉的面孔 望着这家四人合照 马上让我想起很多TVB的经典剧集啊 马国宁 林峰 吴卓西 陈建峰 四位当年一起在TVB拍戏的光辉时刻 一定让网友印象深刻 如今只有马国宁还一直在TVB拍戏 吴卓西去年开始也以外人帮式回归TVB拍戏 而林峰则和TVB仍然没有破冰 四位小生依然保持着年轻的样貌 有三人的身材依旧未走样 可陈建峰却胖了 吴卓西前几天其实已经发了一张 他们四人以前的合照 他算是提示了网友们他们要重聚 其实陈建峰如果减肥后 依旧会很帅气 十年前四人一起拍摄了少年寺大名部 如今中看旧照 发现他们羊毛都没有什么变化 可惜的是陈建峰胖了 当年的陈建峰可是十足的小鲜肉 单看颜值他可是迷倒不上女观众 这部剧集除了有四位当家小生晚 还有花袋许子山 每一个演员都是好演技之人 除了他们四人外 如果今晚黄宗泽也能够现身就太好了 相信很多观众都期待五位小生同框的画面 更希望他们能够合拍一部剧集 五位小生虽然已经不在同一间公司拍戏 但很巧的是五人竟然都是未结婚 不知道谁会先结婚呢 按目前来说马国民和林峰的机会是最大的 谢谢大家